影片中清楚地看到 马凯雷的确是有动脚去踹这名问奖 也因此他改列重伤害的被告 那么鸭子跟湘宇那是未证罪 从法律的观点来讲 如果问奖家属愿意和解的话 那么马凯雷有机会获得缓刑或是一颗法金 但是未证罪不一样了 这两人属于这个侵害国家法医 不能够一颗法金 如果罪名成立的话 必须要去坐牢或者是服劳役 换句话讲 没打人的比打人的马凯雷 他们面临的刑责还要重 马凯雷主子站中间 牙子相迎两个丫鬟随序在侧 三个人手牵手走进地点数 就连被约涵都可以看出他们感情超好 但现在三姐妹命运却大不同 马凯雷和有机龙辉列为重伤害被告 最高可以处12年徒刑 但问奖伤势渐渐恢复 再加上如果家属愿意和解 法官可能从轻量刑或缓刑一颗罚金 但两位护驾使者 鸭子和湘瑩 现在改列位证被告 最高7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为属于公诉罪 侵害国家法益 不得一颗罚金 如果罪名成立 两人将到监狱报道 如果检察官起诉之后 法院是有可能会判要去 要去关的一个刑度啦 超过六个月的话就会去执行 两人从头到尾没动手 却因为护主心切 结局恐怕比打人的还要惨 中文新闻陈嘉明 游文旗台北报道